不准水三分的可以这样 对对对 台南安南去住户来回搬沙包 堆在住家铁卷门前 就怕台风带来好雨酿成烟水 更有住户早一步架起了防水闸门 更有人除了沙包 更竖起防水板共两道防护 这栈是有刀吗 我迎接各当就给他 台风来势汹汹 台南北门双春沙滩 外手加快进度打桩 之前台风造成20米缺口才刚补好 这几天另一处又出现40米缺口 担心大浪冲上岸会造成烟水 人家挖东墙不是墙 这种事情的事实是 住在那里上来不买的事 同台国马区都应用到台湾 而在嘉义东时 里长广不扩应 担心沿海地湾地区海水倒灌 堆沙包硬硬 而布袋镇 科农早一步将科架 拉入了渔港防台 马路上架起了挡水板 大型抽水机戒备 防水闸门 让那个重量能够压住 过来那个海水来的时候 它可能会整个倾倒过去 我每次阴队的镜 现在都车往高速 他比较怕 后来来比较不高 临近的驾训班 教练把车开到堤防高处停放 而斜坡处车辆停得满满满 而国道三号 屏东大鹏湾 桥面路间也开放附近居民 停放车辆 屏东临边更加派 大型抽水机防台应战 你们知道这个不能钓鱼吗 台湾警报了吗 知道是这边可以钓 台湾警报发布你不知道吗 知道 高雄古山上船头一早就有钓客 不顾海陆警发布 岸边钓鱼遭海巡驱赶 亦有大浪拍打岸边 也立起了三角锥 禁止游客进入 市区预防性修剪树木 南部地区方台动起来 挡水版沙包大型抽水机 进驻提前备战 3015南部综合报道